首相昨天公布了2018年财政预算案 未来届大选做好准备 各界对于这份预算案反应不一 而民众也对各项惠民政策持有不同的看法 看起来是OK的 只是我希望他可以把我们的经济弄好 因为现在的你看那些是 我们的cost living比较高 所以很多东西来GST其实加昂期的话 其实对人民 就是来这边给也其实那边出 其实也是人民也是受苦 不是很满意 因为一算是一算 可是没有 delivery就是一回事 很多都是降了没有 delivery 到时那个一算是发到哪里去 我们不知道 budget ini banyak yang bagus tapi ada yang tak dimasukkan juga misalnya pengawalan kenaikan harga kita mungkin boleh dapat duit tapi kalau harga barang naik duit kita pun akan habis juga saya rasa itu kekurangan budget itu selain daripada itu bagus kita harus ba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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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it bukan bagus 虽然大部分民众坦承 没有十分关注 昨天宣布的预算案 也认为不是所有政策都对全民有利 但也赞赏政府 没有忽略教育和医疗的发展 政府愿意把资金放投资 在交易跟医疗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是人民所需要的 因为政府只是承诺太多次了嘛 所以有没有之前做到的东西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achieve到啦 所以我觉得我会自己跟着自己 跟着自己的选项啦 已经有心目的那一票了啦 不会说因为这个预算案的 而去懂了些什么东西啦 我认为民众都认为政府 持续长远性发展才是最重要 因此选民都会以政党的表现 作为投票依据 来选出新目装的政府 NTV7称卫恒采访不到